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七十二集 五分钟的路程 来到路边一个砂锅摊上 这边小吃摊还挺多的 一路上好几家像砂锅摊这样的地摊 吃夜宵的人也不少 露天棚里面摆着几张桌子 里面有三四桌客人 宋青城和新月看了眼里面 默契地相识了一眼 然后不约而同地 在露天选择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现在天气冷了 人家都不愿意坐在外面 加上现在不是夜宵的正点 所以外面就有他们一桌 宋青城点了一个塑井砂锅 新月点了他最爱的腊肠砂锅 很快的 老板将两分热腾腾的砂锅端了上来 刚烧好的砂锅很烫 新月迫不及待地夹了一片香肠送进嘴里 结果被烫得张着嘴巴 手连忙在嘴边扇风 你小心点 别烫着了 又没人跟你抢 宋青城将矿泉水递给他 新月接过来咕噜噜喝了两口 然后忍不住赞道 哇 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好了 又实惠又好吃 简直就是物美价廉 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一碗砂锅都能让你这么满足啊 唉 没办法呀 谁让我没有你命好呢 稀里糊涂就嫁了个boss老公 再说了 满足这种欲望啊 不在于东西的好坏或贵贱 只要能达到你内心的那个欲望 就OK了 宋青城觉得 新月最近说话老是有点怪怪的 他盯着新月 眯了下眼睛 然后变得一脸坏坏的笑当 你最近好像挺知性的 老实交代 是不是谈恋爱了 新月吃得正香 听到他这句话被狠狠地噎了一下 他拿过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 我要是谈恋爱 能不第一个告诉你吗 新月理所当然地说道 就好像他谈恋爱 就必须得通过宋青城似的 别搞得我跟你父母似的 这样的话 我心里很有压力的 宋青城感觉 自己太被重视了 新月低秀 一边吃 一边跟他说话 你有什么压力 我又不赖着你 那万一你要是找了男朋友 我还得去打听人家的家底 担心他对你好不好 会不会欺骗你 这些都要了解的好不好 新月放下筷子 一本正经地问他 那你呢 你跟季正婷结婚 你了解他多少 我跟他那不一样 他们只是弃婚而已 跟正常结婚差别太大了 不管一不一样 你只要记住一句话 人各有命 有些东西 都是明明中中注定好的 你又来了 宋青城给他一个无语的眼神 好了 吃饭 新月拿起筷子继续吃 这个话题也到此结束 两个人吃了一半的时候 一辆车在他们旁边停靠下来 宋青城和新月有说有笑 都没有在意 直到旁边的车子 摁了两项喇叭 他们才看过去 宋青城仔细看了眼这辆车 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呢 然后车窗缓缓摇下 原来是陆又林 怎么又是他 宋青城像是在自言自语 而新月只是看到陆又林一个侧脸 两眼就已经控制不住地发直了 陆又林将车子熄火 下车走到他们桌子边 先是看了眼宋青城 又看了眼新月 新月这才难为情地抽回视线 脸上不自觉地红了红 宋青城也没有站起来 就那么看了他一眼 你不是早就走了吗 是早就从汉城馆走了 新月看了眼陆又林 又看向宋青城 你俩认识啊 啊 算是吧 宋青城有点不情愿的样子 那 帅哥 要不要也来一份砂锅 这家的砂锅可有名了 而且味道不错 好 那就尝尝 陆又林挑挑眉 倒是一点也不客气地 从旁边拿了一个塑料灯过来 坐下 你等一下 我去帮你叫 新月说不出有多热情 对了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他家的腊肠做得不错 我的最爱 嗯 好 可以 陆又林一点也不挑 男神不排斥 跟自己选择一样的口味 新月就更加激动地 不知该怎么好了 但是到了宋青城这边 可就没那么好的态度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跟踪我 宋青城的语气并不是很好 陆又林表示自己很无辜 刚好从隔壁买了包香烟就看到你了 过来打个招呼也有错 招呼打好了 你也可以走了 哎 你的朋友看上去比你欢迎我 陆又林说话的时候 有意瞥了眼正在跟老板说话的新月 宋青城也下意识地看过去 也不知道新月在说什么 看上去很认真又开心的样子 不就是叫一份砂锅吗 用得着交代那么多 你到底有没有假 怎么整天大半夜的还在这里晃悠 宋青城又开始质疑这个人的身份了 看上去风流倜傥也一表人才 也不像是那种孤家寡人 可偏偏天天都在外面流浪 八成是还没有讨到老婆 要不要跟我回家去看看 陆又林勾起唇角 露出一丝坏坏的笑 宋青城扁了扁嘴 懒得理他 这时新月也正好回来 还特地给陆又林买了饮料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 所以就随便挑了几块 新月将饮料从袋子里拿了出来 放在桌上 抱歉 我不喝饮料 陆又林看到没看一眼 直接拒绝 新月愣了一下 有些尴尬 宋青城瞪了陆又林一眼 这一男人 光是长得好看 怎么就那么不会说话呢 看得出新月有点尴尬 宋青城连忙伸手拿过一瓶饮料 并说道 新月 我怎么发现你买的饮料 都是我喜欢的 新月知道 宋青城是在给他找台阶下 他也打了个机灵 说道 我猜到这位帅哥可能会不喜欢 所以就挑你喜欢的 至少不会浪费啊 算你聪明 宋青城给他一个赞的眼神 然后又朝陆又林撇了撇嘴 陆又林倒是不以为意 这时 他手中的手机响了一下 他打开看了一眼 然后收起手机 起身 抱歉两位 陆某有事 先走一步了 说吧 他朝路边停着的车走去 经过摊位的时候 抛了两百块钱 递给老板娘 我们要看 胡椒 我 我们要看